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以往的偶像剧中 胖妞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花式接吻 也就是金汉跟赵丽颖会玩 除了吻戏 两人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小床戏 看着这两人一边亲吻一边躺下床 胖妞的心表示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当然虽然这部剧很多亲密戏份 不过有一部分吻戏都是有错位拍摄的 毕竟赵丽颖也是个自爱的姑娘 现在也已经结婚 当然还是要注意一点 至于金汉 他的表现也很羞涩 如果你自己观察你会发现 金汉在跟银宝接吻的时候 频繁地耳朵发红 一下红到耳朵根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腼腆的小男生 之前媒体问金汉 跟自己老板拍吻戏是什么感觉 金汉直接表示拍完吻戏后会到洗手间整理自己 这个回答也太机智了 难怪赵丽颖要捧他 人品方面真没得说 而且他扮演的栗志成也很圈粉 剧里栗志成是一个霸道总裁 但是他不是那种传统的霸道总裁 他不仅睿智霸道还宠妻 赵丽颖饰演的林浅也并非傻白甜 他的思考分析能力都非常强 可以说《清晨时光》是个不一样的商战爱情剧 在最新的剧情里 林浅亲眼看着栗志成身上的每一道伤疤 这些伤疤仿佛像刀子一样 再次伤林浅的内心 林浅小心翼翼地帮助栗志成擦拭伤疤 生怕会弄疼栗志成 而且在伤口上轻轻一纹 希望可以抚平栗志成的伤痛 现在栗志成已经成为林浅不可缺失的男人 而林浅也成了栗志成最爱的女人 在后期的剧情里 栗志成浪漫向林浅求婚 两人就此走进婚姻殿堂 本来是好好的一场婚礼 结果惨遭宁维凯破坏 他在婚礼之际绑架了林浅 不得不说林维凯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 每次看到他出现 胖妞都毫不犹豫地快进 真的受不了这样的人 不过大家放心 林维凯最后也是郎当入狱了 一个机关算尽 坏事做尽的人 终究是要受到惩罚的 最后胖妞要再次地夸一下金翰 真的演活了栗志成这个角色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金翰是一个有理想又有冲净的演员 就算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 他都会把这个角色给演好 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都让他刻画得入目三分 就算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